王大雷伤行浮出水面,缺席足鞋杯决赛成大概率事件,近日,山东鲁能门将再次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自己的伤势,在中超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情况下,他依然需要佩戴辅助装置,伤行显示其大概率会缺席足鞋杯决赛两回合的比赛。 王大雷不知不觉中,山东鲁能主力门将王大雷,已经缺席了十场正式比赛,他是在国家队比赛日期兼音商退出国家队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两次赶赴德国治疗伤情,以一直守候在球队里,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从他最近曝光的伤情来看,他将大概率缺席,与北京国安的足鞋杯决赛, 最新晒出照片,10月30日,王大雷在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仍需要佩戴医疗设备,球迷们应该能够认得出,从这专业的设备来看,王大雷的伤应该是韧带撕裂,懂行的都知道,这种伤情,往往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而足鞋杯的决赛,两场的时间分别为11月25日和11月30日, 可能有些球迷认为,那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内,没准这段时间大雷很快就恢复了,第一次去德国持这样看法的球迷,未免有点太主观了,要知道,一个职业门将球员,伤情好了想要出现在比赛场上,要经历体能训练,有球训练等多个阶段,肯定不能好了马上就比赛, 而这这两种训练,佩戴着设备的大雷,目前根本无法开展,而且,即使,王大雷恢复快速,可是时间并不等人,要知道,其实中超联赛仅仅剩下最后两轮,山东鲁能分别将在11月7日和11月11日,对阵江苏苏宁和上海申花,以大雷目前的状态,想要参加 这两场比赛根本就不可能,第二次去德国假设,他不能参加11月11日的比赛,到独斜杯决赛的时候,即使他一切恢复正常,山东鲁能方面,也不太可能会用在三个月时间里,没有进行过一场正式比赛的他, 所以说,留给王大雷最后的期限,其实根本没有20天,只有区区7天而已,这对于目前上需要佩戴普助设备的他来说,已经是大局已定,赶上决赛的几率微乎其微,王大雷近兆不过,对于山东鲁能方面来说,值得高兴的是替补门将韩荣则表现还不错,在其出场的七场联赛里,场均仅仅丢球一个,显示出了不俗的状态, 尤其是在对阵河南建业的比赛中,他上演了扑出点球的精彩表现,要知道,在足鞋杯决赛,能够扑点绝对是个非常硬的技能,一旦两队比分一致,就得需要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者,这要求门将具有很强的扑点能力,韩荣则扑出点球所以说,不管足鞋杯决赛谁能够登场, 全国的球迷们都希望山东鲁能和北京国安两队能够打出两场精彩的比赛,毕竟联赛大局已定,今年国内真正的焦点之战,也就只剩下足鞋杯的决赛了。